我答应你给我死了 还有为什么我给我死了 他们也不相信 他们也不相信 但我告诉你们 那妈妈 那妈妈 你回来里不是 为什么 第二个月2023年7月2日 美国达拉斯沃斯堡国际机场 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 一趟从德克萨斯州 飞往奥兰多的美国航空航班上 一名女子在飞机上大喊大闹 吵着要下飞机 并指向后坐 说后面那家伙不是真实的 据现场乘客称 这位女士一开始并无异样 她像正常人一样登机 放好自己的行李 就在等待飞机起飞的那段时间 她突然开始激动起来 要求南空城停下飞机 接着她走出自己的座位 前来的空姐试图安抚她 她强硬地告诉空姐 自己现在就要下飞机 空站让她冷静下来 并回到自己的座位 她就说 我不要坐在那个人旁边 没人知道她说的那个人到底是谁 她不断重复到要下飞机 还告诉周围的人 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空姐向女人询问 她的行李箱在哪儿 但女人回应到 自己根本不在乎自己的东西 在与你空城沟通无果后 她的情绪也越来越激动 然后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他行李都没拿 就直接下机了 周围的乘客一开始也是一脸懵 完全搞不清楚状态 在女人下机后 飞机里传来哈哈的笑声 还有人对女人说了句 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段视频在当天7月2日迅速在网络上疯传 网友们纷纷对此事做出了一系列的猜测与分析 那个不是真实的人 到底指的是什么 网友们将女人成为飞机女士 这时候 另一段影片被爆出 一个身穿绿色卫衣的男子 眼神闪烁地看向旁边 网友们指出 这就是女人口中 那个不真实的人 网友们分析这个男人的可疑之处 说男人的眼睛与常人不太一样 有网友站出来 说自己当天就坐在绿色卫衣男子后方 网友说那个男子并没有开口说过任何一句话 但听到女人一直在回应 因此应该是通过心灵感应来与女子沟通 网友还看到 绿衣男子的眼睛是竖着眨的 这言论更让大众相信 绿衣男子就是所谓的西裔人 也有人相信 飞机女士才是那个不真实的人 在视频中不难发现 女人的眼睛几乎没有眨 一般上 我们眨眼睛的频率是一分钟内14至21次 而在视频里 女人眨眼次数几乎是零 但也有研究表明 人在专注视觉时 或面对威胁时 人的眨眼率会下降 而仔细看视频 女人的脖子处有一条裂痕 通过放大放慢视频 网民们发现 女子就像戴了个头套一样 不过也有人说 那只不过是一条项链 因此 许多人更相信 他才是那个西裔人 而女人在暴走时 做出了一个诡异的手势 网民发现 这与恶魔巴风特的手势极为相似 巴风特是基督教有名的恶魔之一 也被称为羊头恶魔 同时也是撒旦的代名词 他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 一半是兽 一半是人 一手是男 一手是女 女人做这个手势 是有什么含义吗 是象征着什么吗 有网民推测 这也有可能是代表着 飞机的飞行状态 而女人在这段时间里 也完全没有出面发言过 整件事情变得越来越扑朔黎明 各种夸张的鬼神论 在网络上迅速发酵 有许多网友穿着绿色卫衣 说自己就是女人口中的那个人 但其实仔细观察 这段视频与女人抱走那段视频 根本是两架不同的飞机 从空姐制服和心理上就能看出 这只是网民们将两段视频 拼在一起编出的一个故事 7月11日 一名自称是飞机女士朋友的女子表示 飞机女士当天并没有喝酒 除了那些蹭热度的网友外 也有当天在机上真正的乘客做出了声明 解释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天喜剧演员Cara Top就在机上 她愤怒地表示 因为女人的胡闹 导致飞机掩误了三小时 也有一位女乘客说 那个飞机女士是因为自己丢失了耳机 指控某位乘客偷了她的耳机 而她口中不真实的人 指的是那位在最初与她沟通的男空城 在后来警方公布的报告里 指出女人是指着身边的人偷了自己的耳机 争问无果后才大爆走 但如果事实真的只是丢失一个耳机 有必要演这一出吗 有肢体语言专家就分析了女人爆走的视频 她表示女人当时不是演戏 不是喝醉酒 而是真的看到了什么令她感到害怕的东西 近几天 有媒体爆出了更多当时的视频 看了后续的视频 更让我怀疑 这真的仅仅只是一个耳机而引起的闹剧吗 在女人下机后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她曾试图返回飞机 但遭到了阻拦 这时飞机的登机口似乎关闭了电源 女人不断嚷嚷道 事情不对劲 我告诉你了 事情不对劲 一位工作人员接着告诉她 你可以举报有人拿走了你的物品 在女人下飞机后 警员表示要护送她离开机场 若她不立即离开机场 将会遭到逮捕 但女人没有回应警员 她望向那班飞机录着视频 并说道 我必须知道这飞机会发生什么 随后 女人哭着重复道 不要让飞机起飞 那趟飞机不会抵达的 在离开时 女人哭着与母亲打视频通话 嘴里还是不断重复这同样的几句话 同时飞机上的乘客被要求下机 飞机经过一系列排查后 才重新起飞 后来一位身份不明的男子告诉警方 他就坐在椅子上 突然被经过的女子用力推了一下 然后他就离开了 他说他根本不认识女人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另一边的警员找到了站在门外的女人 女人对这视频通话里的母亲强调 自己并没有说谎 要母亲相信她 他说飞机要坠落了 警员上前询问 女人是不是与某人有肢体接触 女人直接就否认了 他也告诉前来的警方 这架飞机不会飞往奥兰多 他将会爆炸 另一位警员上前问到女人的计划是什么 警员告诉女人 他们接到通报说他袭击了某人 面对警员的指控 女人大笑起来 本来事情过去一个多月了 热度也下来了 但在前几天 当事人突然发布了道歉视频 女人名叫Tiffany Gomez 今年38岁 是一名销售主管 她对自己在飞机上的行为表达了歉意 她眼神平静 在贴文的最后还呼吁人们多关注心理健康 但这段视频里 却没有提到当天她到底看到了什么 对于这件事 有些人认为 这只是因为一个女人丢失耳机 情绪崩溃后而引起的闹剧 但更多的人相信 女人确实是看到了什么东西 也许真的是女人拯救了整架飞机 对于这类在飞机上盗爆走的案件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发生过不少 尤其是今年 就在她不是真实的事件发生的几天前 6月30日 一名27岁的英国男子 在从克罗地亚赵尔达起飞的 瑞安航空航班上 造成混乱 她试图在飞机起飞时 打开舱门下机 最终她被众人控制住 遭到警方逮捕拘留 2023年5月26日 在韩亚航空的搬机上 飞机在飞行期间 一名男子突然强行打开了 飞机的逃生门 这突如其来的举动 让周围的人措手不及 反应不过来的乘客们 都因突然缺氧而陷入昏迷 最终导致12名乘客送医治疗 通过调查 男子不过是想早点下飞机 在更早前的1月3日 中国海航一架北京 飞往上海的航班上 在飞机滑行准备起飞时 一名男子突然站起来 冲到客舱门猛撞 并撕心裂肺地喊着 飞机快出事了 死神来了 他们都是地心人 这是第六次循环 吓得众人全都站起身来 就连空城都被男子的举动 给吓坏了 这时候机舱一片混乱 整个机舱内都充实着惊慌的尖叫声 许多乘客也受到了男子的影响 因害怕而询问能不能下飞机 随后飞机停止起飞 男子被警员带走 男子边走边撕哄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言论 在男子离开后 机组人员也安排机上所有乘客下飞机 随后工作人员便对整架飞机 重新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 并取消了当天的航班 全能退款给乘客 和安排他们在酒店内 等待次热的航班起飞 隔日1月4日 警方公布了公告 表示男子有精神疾病 但跟飞机女士事件一样 更多人愿意站在男子那里 相信男子的诡异发言 这有让许多人联想到电视剧开端 他们相信男子是经历了无数次循环 都无法拯救飞机 才会歇斯底里地呐喊 希望拯救飞机 打破循环 这起事件 真的和飞机女士事件极为相似 网民们相信 这两人一定是看到了什么 才会不顾众人眼光发疯 为的是拯救飞机 也有人认为 造势则影响了全部人的行程 给航空公司和其他人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扰乱公共秩序 理应被所有航空公司拉入黑名单 以免事件重演 世界上 有许多我们无法用科学解释清楚的事情 就是因为这些神秘力量 使人们深深浇迷 不断追寻所谓的真相 如果我在飞机上 遇到这种事情的话 恐怕我也会想赶紧下机改签 对于这类事件 你又是怎么想的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 告诉我你的想法吧 喜欢这个游泽的创作者就赶快去follow他哦 你有发现其他这次爆红潜艺的影片吗 赶快投稿给大人兄吧 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